他們有咖啡因 然後有淡淡一種草本香 然後它其實還有一個 號稱就叫 它有很多的礦物質 其中有一個是 還有我覺得它有一點不錯的是 它可以 因為我們還是都可以喝 那就祝我們大家今晚都要好邊了 好重要 這就是我睡前最近都會喝的 南非國寶茶 南非 然後很淡 很香 淡淡的香氣 對 我覺得 維銘哥 你很想睡 不 很渴望 它真的 我第一口喝下去 讓我想到我以前阿公 喜歡在外面醫療上面聊天 泡著茶的感覺 一模一樣 是不是很放鬆的感覺 很順 一口接一口 沒有那個咖啡因嗎 就是它有淡淡的香 對 它沒有咖啡因 然後它有淡淡一種草本香 好舒服 對 它主要就是味道會先 讓你覺得很舒緩 然後有一點草本香 然後它主要就是 台灣知名的 國內的咖啡業者 謝謝 引進的 優質的茶葉 那講到它從哪裡來呢 南非國寶茶 過名思義當然就是南非 它找的是 而且我覺得這個茶還不錯的是 它有很多的礦物質 其中有一個是 因為美可以幫助你 放鬆就會很重要 而且它很重要的是 剛才文明哥說的 沒有咖啡因 它直接就寫了 而且 所以有一位阿伯 妳喝到打嗝了是對的嗎 我覺得 就 OK 光是這三個有美 然後沒有咖啡因 低丹寧酸 不會刺激腦神經 我睡前最近就喝這個 就應該可以嘗試看 丹寧酸是什麼 我們問一下慢慢營養師 對於我們人體而言 我們會把它叫做抗營養素 因為其實它很容易會結合 我們吃食物當中的鐵質 心跟銅 它會把它結合 然後排出體外 它就讓我們吸收不到 而且如果假設我們晚餐 吃比較大餐 然後去吃到或喝到 有丹寧酸的成分的話 可能會跟蛋白質結合成 一個叫做柔酸蛋白的凝固塊 這個可能會讓我們消化不良 其實就容易會影響到睡眠了 所以這個茶就是 沒有咖啡因 對 低丹寧酸 因為我覺得我會喜歡喝它 是因為我覺得它非常溫和 它其實還有一個 號稱就叫 媽媽茶 媽媽茶除了是 你知道媽媽就壓力很大 像我自己也是媽媽 然後就工作 回到家還要上 你知道要上另外一個班 所以喝溫和的媽媽茶很重要 還有我覺得它有一點不錯的是 它可以 因為它孩子都可以 因為剛才有講說 它的丹寧酸很低 丹寧酸主要是會阻礙 鈣質還有鐵質的吸收 除了小朋友可以喝 其實在女生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女生最怕什麼 缺鐵 缺鈣 所以低丹寧酸 就不會影響這個 我覺得這還不錯就可以喝 謝謝佳穎的分享 謝謝 太棒 謝謝